我们这次会很荣幸与多个业者 多个不同的业者来建立了 三个非常重要的云雾协作与产业共创的生态系 包含智慧船舶的生态系 制造设备诊断的生态系 以及智慧海港的生态系 以下我们将邀请相关的专家跟业者 来依序进行合作意向的签署 并且以这个座谈的方式来邀请业界的专家 跟我们次测会的专业代表 来进行案例的分享交流 同时也讨论我们后续能够去加速建构 相关生态系的一些策略 那这些都希望能够提供给国内发展物联网产业 以及场域的这个需求业者导入云雾协作的这个实物 能够给予更多案例的分享 也希望对各位有所贡献 智慧海港生态系合作意向书签署 仪式 接着进行的是智慧海港生态系 是由签约方资策会智慧系统研究所 与签约方神通集团共同完成本次 智慧海港生态系合作意向书的签署仪式 邀请签约方资策会冯明会资深总监 及签约方神通集团成人生副总经理 请帮我们在签约板上签名 接下来我们邀请神通集团余耀峰经理 与资策会何志祥组长 为我们发表本次 云雾协作产业工创生态系第三个合作案例 智慧海港生态系 香港货柜数位自动化应用 分享在物联网 在香港领域领导 云雾协作的经验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线上跟大家分享 云雾协作的技术 怎么样用在 在香港的物联网应用场域 很荣幸我们今天邀请一位特别来宾 跟我们一起同台 来进行食物上面的分享 先请我们的来宾大概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神通集团 物联网事业群的Alice 你好 好我们知道智慧香港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域 这个场域 有别于一般我们常常在讲的 物联网场域 譬如说像 智慧工厂啊 很多人提到智慧交通 但智慧商港 跟一般 我们讲的其他场域 是有一些 特别的特殊性 是不是可以请Alice 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 神通 过去在业界的经验 怎么样耕耘这一块 商港的物联网应用 谢谢 那过往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从那个 商港的一个状况 这是以往的历史 然后跟未来 我们去做一个 探讨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过往在 商港的部分 其实用很多的一些 包含人力啊 还有一些那个 在整个数位还没发展之前 其实会花很多时间 去做很多的事情 那这个部分会造成整个 一个商港的一个 运作上面的一个效率的 那个 没办法 很快速的一个提升 那以往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在商港很多的一个 紙本 然后的一个作业 然后包含那个 在商港的部分 最主要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在船只的部分 他们那个进港 也不是说 上午上班时间那个 9点到5点 来的时间 他可能24小时随时都会 随时待命就要进来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部分 就会卡了很多的一个人力 来去进行他的一个服务 那在 整个那个数位转型之后 那整个商港的部分 我等一下 也会针对这个部分 来去做一些 介绍这样子 是 刚Alice 你有提到 说 这个 商港 货柜 船 从把这个货柜运到 商港的港口的时候 过去 我们 仰赖很多 大量的人力 要去 针对把这个货柜从 船上 装卸到 陆地上 这个过去来讲都是 完全要仰赖人力的 那 但这一块 有没有什么 比较聪明或者是 自动化的技术 可以来帮助 过去这种大量 仰赖人力的状况呢 对 其实 那个 简单来说 近几年 我们可以看到 包含在工厂的 我们有 听到工厂的 工业4.0 包含那个 智慧工厂 那在政府的 很多的一个 商关的一个 建设上面 都是利用了一个 物联网的一些 商关技术 那也用了很多不同的一个自动化的设备来去进行它的一个提升 那上 上 何博所讲的 就是在整个一个 上港那个船子那个到 船边作业的时候 那现在我们把货柜掉下来了 那那个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最主要那个 首先我们也看到那个 最主要整个一个 货柜的一个 安全性 因为毕竟那个在整个一个场域上面有很多人员的一个操作 所以在安全性上面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的话 我们在整个那个就是我们 那个货柜上面 那个我们要注意它到底货柜的一个 破损会不会有产生 那造成那个 在货物上面的一个就是影响 那这些就是我们那个在利用物联网的一个技术 包含我们在底层的就是整个一个 相关的那个device的一些 建制 也就是我们相关的设备段 包含我们用影像辨识技术也好 或是包含利用一些不同的感知 指数 去 让我们的就是在整个一个智慧化 可以产生 那同时我们就可以 做了很多商关的一个无子化的一个商关发展 我们知道 前年 在这个商港 这个因为 有危险的货柜 被装到这个贝鲁特港 但是因为它存放的时候 并 没有一个很好的技术 机制 来提醒这些危险的货柜 那 造成被鲁特港 有三分之二 很大的面积就 发生爆炸 对 那在商港的码头旁边 是不是也常常 我们 都会 有一些这样 方面的安全性的问题呢 是的 那个我们看到这种商关的安全性的问题 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货柜上面 我们其实有那个危险标签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些商关影像辨识的一个技术来去 截取它的一个目前的那个 整个一个 状况 这个货柜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很清楚这个货柜来源 然后它的一个 危险性 那我们就会多加注意 那另外我们利用那个整个影像辨识技术 同时 那个 侦测它的一个贵损 那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贵损如果那个发生的时候 我们在 夹那个货柜的时候 等于说我们掉挂的时候 有可能会 造成它那个夹的那个没办法去 可以抓 抓紧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利用 我们商关的一个技术 就是影像辨识技术来去确认 我们这个 柜子的一个状况 那以 安全的 可以让我们的那个货柜去进行那个 杂取的一个动作 是 我们谢谢Alice 跟我们讲到 货柜船 在船边的时候 它的安全性 还有怎么样降低这个 人力的成本 是在这个船边作业 很重要的两个因素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可以聊聊 当货柜 从这个船上 运到陆地上 存放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有效的 来引导这些相关的 货柜 运输业者 引导到这个合适的地方 去提取 这个 货柜 因为刚刚Alice你有讲 这个货柜的 这个 这个管理的效率 是一个 商港 重要 物联网应用一个重要的议题 像 这一两年 因为 COVID-19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报章 杂志都在报道 货柜都卡在我们商港的码头边 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货柜 可以有效率的 来做这个运输 或传递到这个货主的身上呢 我想是不是也可以请Alice 给我们一些 神通在这方面的看法 OK 那其实 那个近几年 我们也是跟 资策柜一起合作 在针对整个 码头的部分 那个我们商港的部分 去进行 做了很多的 不同的一些 那个 新的一个 Solution 那简单来说 那个我们从 刚刚何博所提到的 我们就可以从 那个从近站 Gate开始 然后到那个Yard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那个 整个贵位 贵区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 刚刚所讲到的 船边就是 Shipside的一些 商关作业 那我就从这个部分 陆续 为大家介绍 那首先也先讲一下 那个就是 过往 以往我们在 那个传统的 就是 商港的部分 那我们货柜是从那个 从工厂 然后那个就是运送到 那个我们码头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我们以前 所做的很多 都是用人工的一个作业 包含它报到 然后那个人工的 资本的一个确认 然后到贵位的部分 然后那个我们去做 那个就是贵位的 那个管理的部分 我们基本上都很多大量的一个人工的一个 用眼睛来去视觉的一个 一个处理 那包含刚刚所讲到 Shipside就是我们在船边作业的部分 也是一样那个都是大量用人力去做判断 那现在我们做了不同的一些新的solution 就是包含从那个 就是我们从近战开始 就是我们货柜 从那个工厂 开始运送出来 然后到那个柜厂 那个我们的码头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用 利用那个我们的 那个不同的感测 技术 那以往那个可能 比较 简单的来说 我们都是用影像辨识 技术 其实 在单一技术的部分的发展的话 还是有它的一个瓶颈存在 它的读取率是没有办法 很完整 或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利用多重的感知技术 包含除了用影像辨识字 之外 那我们还有用到包含IFID 就是像我们高速公路一样 那个ETEC ETEC的部分 来去进行它的一个 互补性的一个读取 那让我们的整个一个 作业面上面可以 快速的一个通关 那再加上我们的Kiasc 就是我们的那个 一些上官的那个 设备 来去进行它的进场的一个管理 那让我们的 整个确认的部分 就可以做得更完整 那进场了以后 那我们在那个 整个一个柜区 就是我们的那个存放区的部分 我们就是利用也是多感测技术 包含用那个 IFID 然后影像辨识 然后还有 蓝牙的一个上官技术 来去进行它的一个 那个多方的一个确认 那再来 确认我们的柜子 到底那个 他们那个进到的 柜位是否是对的 那同时确认 他上官的一个 贵损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的话 这个刚刚讲到 船变作业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那个 Shiftside的部分 也是去建立了 就是影像辨识技术 来去 让它可以去更完整 可以了解我们的一个 整个一个 就是货柜的一个 情况 那 集合我们 所开发的 就是我们的 MyALT的那个 整个物联网的一个平台 来去进行 相关的所有的资料的一个 大量的一个资料收集 还有它后面所有的一个监控 跟提示 来去做 现在的一个事情 谢谢Alex的分享 我们知道在货柜厂里面 那个货柜堆叠的 这个高度有时候 非常 非常高有很多层柔 那就像刚刚Alice所分享的 在过去我们用单一的这种 定位的技术 譬如说像GPS的模组 那这个GPS的模组呢 在这个茫茫的柜海当中 要只有靠单一的这种定位 去找到说 这个货柜在哪里 然后引导 那个货柜的柜车去体理 这是一个非常 困难的事情 那相信 我们现在导入了更多这种 多重感测器的技术 当天候不好的时候 那个影像的视觉 辨识就有困难 这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用其他 辅助的这些 短距离的通讯 来加以辅佐 来做一个判断决策的方法 相信这是一个 可以 有效率的 引导货柜运输业者 找到他们要提领货柜的 好的Solution 没错 谢谢 谢谢 那 我知道 我们的 这个 船上 货柜 有时候 这个 他是 不是只有白天来 他可能24小时都在运作 那怎么样我们可以 有效率的 让这个 码头旁边 的这个 无人化 或者是说这个 自动化 这方面的这个Solution 是不是也可以请 Alice再跟我们 多讲一点 OK好 其实那个 刚何博也提到 就是 我们 现在目前在 在上港 那个刚刚所谈到就是那个 因为他会有24小时的一个船只随时会进港 那如果那个我们在整个一个 无人化作业或是无子化作业没有做好的情况之下 他就还是需要用大量的人力去进行他的一个操作 那现在其实我们最主要那个在整个一个 那个上港的部分的话那个设计 设计的不同的一些情境 然后也是针对他的现场的一个环境然后去建置我们的 资料收集的一些工具 包括刚刚所说的 就是那个影像辨识也好 FID也好 其实这些都是来 帮助我们在整个那个自动化的一个发展 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利用这些感知的一个工具 我们就可以 就不需要用大量的人力来去进行他的资料的一个 去看 然后去那个找 那现在我们就是利用那个感知技术来去进行自动的一个收集 那收集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整个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架构 来去进行他的资料的一个 运算 然后资料的一个运用 来去进行我们的那个相关的一个 通知 然后那个可以就快速的 让我们整个一个 就是上港上里面的所有运作 可以更自动化 好 简单来说啊 就是 货柜船停靠码头的时间 如果越久 其实他耗费的成本 是越高的 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些AIOT的技术 或者是物联网的 这些 自动的辨识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的业主 减少 货柜船停靠码头的时间 换句话说 就是 让他们的营运的效率 成本 都是大幅的提升 对 没错 谢谢大家今天线上的收看 好 谢谢你们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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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专家的热情参与 那展望未来 我们希望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建立 这一个 次世代物联网 跟编物运算的高价值的生态系 那期盼 跟各位 后续的合作 也敬祝各位 有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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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